好 各位知识读书会的朋友 大家晚安 那现在是6月5号晚上8点钟 那实际上这个时间呢 我另外有课 所以我提前在6月4号晚上8点钟 就先把我今天负责要报告的论语的这一段 先讲好 录好 那么欢迎大家参考 好 这一段呢 子卫言冤 曰 用之则行 舍之则藏 唯我于尔有是福 子鹿曰 子行三君 则谁语 子曰 抱虎平和 曝虎平和 死而无悔者 乌不于也 必也 临世而去 浩谋而成者也 好 这是孔子对言冤讲了一段话 子鹿插嘴 孔子回应算是有三段谈话 意思都非常的生动 反映出了孔子元首的智慧 那么言冤 一个优秀的学生 以及子鹿 一个性格上比较好友的学生 但这三段文字里面呢 其实有许多很有趣的东西可以发挥 那么我待会呢 再跟大家做一个阐释 首先先说这三段话的意思 用之则行 就是如果国君用我 请我这个负责正事 就是邀请我做官 那我就认真的投入做官 如果他不用我呢 那就算了 我就退下来 虽然我有才华 但是呢 我也不会不断的向国君力争 让我做官的机会 好 孔子认为这是一种修养 这是一种美德 孔子是儒家的创教者 继承者孟子 其实孟子也差不多是这样的性格 所以呢 这样的性格决定了 一个真正的儒者的从政的态度的形象 这个形象非常重要 我待会要做一个比较多的阐释 好 首先就是孔子认为 他的从政的态度 就是这样的一个立场 那他认为言冤跟他一样 能进则进 不能进就退下来了 虽然我空有治国的才华 你不用我那就算了 我自己用自己 当然我不是国家的君主 我也没有这个公共的任务 交给我自己 那我就用功读书吧 教书 做这些事情 当然不是什么都不做 我还是早有意义的事情做 那就做自己的事情 好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因为太多人是急求做官 也许人家不想用他 自己就这个毛遂自荐 急求做官 或者是人家用他以后表现不好 想要把他这个辞掉 想尽办法 拜托别人 贿赂别人 不要让自己被辞官 那这种做风呢 不是孔子的态度 所以他说他是你用我 我一定承担 不用我 那就算了 不会像有些人 这个人家不用你 一直急求 人家辞掉你以后的时候呢 就想办法 死别赖点 那么巴着 贿赂 不肯退下 另外一种情况是 这个 人家说要用 不断的牵退 不断的推辞 推辞有很多种形态 或者是 自己没有能力 然后呢 不好胜 怕事 推死 这个 而不是碰到 重要的事情 就挺身而出 就承担 对孔子而言 既然社会需要我 国家需要我 我本来就有准备好了 充分的才华 你要用我 我当然就承担 但是有非常多的人呢 他没有准备好 虽然机会来临 可是他不敢承担 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呢 他其实很想要做官 可是呢 学了一些扭扭捏捏的姿态 人家请你做官 然后呢 摆个姿态 假装推辞 要人家三请四请 勉强才出来 那这种扭扭捏捏的作风 也不是这种正大光明 直到而行的 儒者的作风 所以你请我做官 其实我早就准备好了 所以我就出来做官 但如果我们政治理念不合 你不想让我做 那就算了 我不会霸占着 你的官位 那这是儒者的 这个胸襟 典范 他们的基本态度 好 虽然如此 我对这样的一个基本态度 我待会要做一个分析 好 这是第一句话 然后 然后孔子说 只有延远跟我能够做到这个境界 子路就在旁边插嘴 这个子路自己就是一个比较好胜的人 个性比较刚强的人 就问孔子 老师 如果你率领三军跟别人打仗 你旁边会带谁呢 那子路的意思就是 老师你一定是带我 因为呢 我就是最勇敢的 我绝对可以做先锋 帮你这个进攻敌人 帮你挡住敌人的攻击 我平常就是这样的一种态度 那 一个部队里面 需不需要这样的人才呢 当然需要 但是呢 治理一个国家 不能只有这样的一种人物 而且呢 这样的一种人物呢 也必须让最高统治者宏观调控来节制 否则呢 随时随地都想冲出去决战 在布阵没有布阵好的时候 冲出去决战 可能只有使自己的部队的作战的这个布局 就被你捣乱了 所以呢 这可以为先登 不可以为元帅 那单单只能够冲锋陷阵的这个能力呢 不足以担当大事 但是你可以是整个作战团队当中的 一个重要的一份子 但是你背后需要有人来指挥你 不可以自己横冲直撞 子路这样讲 孔子大人非常明白 他心里在想什么 一个政治家 一个哲学家 一个思想家 想的都是全局的事情 那么一个勇士呢 他想的事情呢 其实就是自己的驰骋疆场 自己的英雄气概 想到自己的英雄气概 自己不可一世 在战场上威风的样子 心就热血起来了 子路追求的是这样的一种境界 但这个境界呢 不是圣人的思想 格局 全盘考量下 要考量的东西 圣人的思想 格局 整个国家的政治的亲密 整个国际政治之间的和谐 能够不以武力解决 绝对不以武力解决 墨家讲非公 辱者当然也尽可能 能用政治工作 外交工作 解决冲突跟差异 这样是最好 不一定要诉诸战场 所以浩勇都很 马上想要诉诸战争 马上想要冲锋陷阵 这样的一种性格 当然不为孔子所许 所以孔子其实是责备他 瀑虎平和 就是赤手空拳跟老虎打架 你以为你武功很高强吗 要是被老虎吃了 你人命一条 他老虎一条命 难道你值得赔上这一条命吗 你没有准备好 就去赤手空拳 去打老虎 这是愚蠢的行为 这个平和 你过河 你就坐船过去 结果你涉水而过 仗势你身材高大 那要是磨顶了怎么办 要是突然水流湍急了 把你冲走了 怎么办 所以你这样的一种 这个 好胜之气 其实未必能够成事 只是一时的英雄 气概 旁边几个人看了 喝彩 但如果你被老虎咬死 如果你被水淹走 人家会觉得非常的扫兴 非常的无趣 就好勇斗狠 惩一时的意气 惩一时的意气 成就自己一时的 大概只能说是索引行怪 的这种个人的兴奋感而已 死而无悔 就要那么一点点的 旁边人的鼓噪 刮噪 这个表面上虚伪的崇拜 最后这样的一个东西 付出了你的性命 死而无悔 无不于也 你把你的命看得太贱了 太不重要了 死有 重于泰山 轻如红毛 这个你的一条命 跟一只老虎打架 被老虎咬死了 真是轻如红毛啊 你的一条命 静坐危险的事情 这个射水而过 被水冲走 淹死了 真是轻如红毛 你脑筋想的事情 格局太浅 只是自己一时的 意气 无不于也 我不赞成这样的行为 孔子从子录所讲的 子行三军 则神愚 就听出他的意思 其实子录个性 本来就是这样子 子录在这个 魏国的君 君主之位的争夺 这个爸爸跟儿子 曾王位的时候呢 涉入了这个政治事件当中 结果呢 人家是那个政权的争夺 政治权力的争夺 哪容你一个儒者 插足其间 就发狠了 把子录给杀了 所以子录果然不得好死 就是这种过于好勇 好意气的行为的形象 对这完全不是孔子赞许的 孔子赞许的呢 临时而聚 好谋而成 碰到事情的时候呢 谨慎 不把它当作很简单的事情 很认真 很负责任的去思考 这件事情该怎么做 才能够完成 所以呢 是非常负责任的态度 非常有责任感 两倍的力气 五倍的力气 十倍的力气 花在这件事情上 认真的处理 把各方面 可能失败的细节 都予以阻挡 解决 终于顺利的 把事情处理好 所以叫临时而聚 好谋而成 这就是真正负责任的态度 用更多的力气去准备 照顾到各方面的问题 所有的螺丝钉 细节都完成 完整 使得事情百分之百 可靠 牢靠 一定完成 这才是一个做事情的态度 如者做事 是为了百姓 所以事情要成功 如者做事 不是为了自己的形象 勇敢的形象 有力气的形象 武功高强的形象 口才很好的形象 那都是自私的 只为自己出风头 如者做事 不是为自己出风头 而是为了事情能够成功 百姓的利益 能够被照顾好 这就是责任感 不是好胜心 子禄的话 显现出好胜心 孔子的话 表现出真正的责任感 临时而举 好谋而成 因为我看重的是 事情的完成 而不是 我出名了 我一心风发了 我被大家注意了 所以在这点上 给子禄深刻的批评 我要回过头来说 孔子的另一句话 用之则行 舍之 则藏 我们来做一下 儒家 道家 法家 以习 开国君主 种种不同人物的性格 的对比 用之则行 舍之则藏 这是一种什么 其实是一种被动的态度 儒者 都是要 这个 照顾百姓 都是要 为国 这个 保卫国家 服务人民 但是保卫国家 服务人民呢 你就必须做官 但是做官呢 其实是国君 要不要让你 做官的问题 那么 你有能力 如果国君是一个好的国君 那一定找你 如果你有能力 但国君不是一个好的国君 不是一个好的国君的意思就是 用儒家的标准 不是一个好的国君 他不是要行人证 爱百姓 他是要穷兵独武的 扩充土地的 征战 杀法的 横征 暴恋的 如果你有能力 他不是一个好国君 他一样会找到 那现在问题就是 这个时候 他找到你的时候 你要不要被他用 孔子就说 邦无道 父且贵焉 耻也 邦有道 贫且见焉 耻也 邦 有道 无道 关键就是国君 是 有人 得 爱百姓的国君 还是 自私自利 只重视自己私欲的满足 的国君 所以不好的国君 找到你的时候 你会不会被用呢 用之则行 孔子虽然讲这句话 但如果是不好的国君的话呢 你将孟子辞 齐国的官 孔子辞 鲁国的大官 不是人家不用他 人家还是用他 但是性格不同 道不同 不相为谋 不管是人家主动的 还是暗示 还是孔子自己主动辞官 总之呢 用之 但不行 也就是我不愿意被用 所以在这一点上呢 不是谁叫你 叫儒者做官 儒者都 就会去做官的 所以你们还有一些 其他的地方的句子 也是跟子路有关系 某些某个地方 大官 主政 组成之君主 要孔子过去 孔子就考虑要过去 子路就指责他 这样子 孔子就说 无其为东周 我希望把他治理成为 这个东周 在东方的 这个周天之 治理之下的 乐土 这是我的理想 我怎么会乱来呢 不过去了以后 可能 也没有什么好的结果 所以也没有持续的 待在那个地方 所以呢 固然 从基本的立场上 我准备好了 用之则行 但是呢 如果不是一个好的君王 儒者其实是不会 留在那个地方的 好 如果是一个好的国君 那儒者呢 你用我 那我就被你用 然后呢 我就实现我的理想 在这个问题上 孟子把儒者的 做官的角色 定位的最准确 儒者就是协助君王 治理国家的 专业经理员 所以呢 国君呢 如果真有行人证 爱百姓的心 他会主动去寻找 这种贤能的儒者 然后呢 尊重儒者 这个好的君王 有不招之臣 就是你去拜访他 跟他讨论 他告诉你该怎么治国 你听明白以后呢 封他做大官 以后在政策的事情上 试试听他的 他说什么 你就盖章 你就发布圣旨就好了 这才是儒者认为的 国君对待儒者之道啊 同时呢 这也是儒者对自己的 气节的自我坚持 如果国君的礼貌不足 我根本不想用你 像孟子这种性格 绝对是自己辞官掉了 所以真正具有儒者性格的 其实必须配合 一个良好的国君 他的理想才能够落实 才能够施展 没有良好的国君 像孔孟这样的一种儒者性格的 基本上不会做官 不会做大官 如果为了道良某 不得已 那就做个小官 小官就是在地方 负责某一个具体的任务 具体的业务 把自己该管的事情做好 你没有向国君 尽忠言的 这个言论的责任 因为这个 不在其位 不谋其政 也不是你的职责所在 也不见为敬 在地方基层第一线 照顾一方水土 一方百姓 尽个知识分子该尽的责任 这样也就心安理得了 所以儒者呢 最适合在地方 做个小官 因为我要的就是 为人民服务 我深深地 福音 并且落实 公私 毅力之变 为公 不为私 为义 不为利 如果每个基层的公务人员 警察 军人 老师 都是都是一个真正的儒者的话 那么这个国家所有的基层都是非常的稳定 非常健全的 这个国家的高层再怎么乱 这个国家不会乱 所以一个政治体制 绝对需要儒者 但是真正具有儒者性格的儒者 儒者都是什么样的人呢 有理想主义的人 并且对自己的人生充满了高度的自我期许 期许自己呢 为社会的建设做出贡献 但有一点非常重要 儒者就不是统治者性格 儒者就不是开国君王的这种性格 如果他是开国君王的性格 用之则行 舍之呢 舍之我就自己去开国了 舍之我就自己去创立一个公司了 就是董事长性格 但儒者呢 没有想要去自己开公司 做生意赚大钱 对他来说不是他的理想 整个国家政治清明 百姓生活良好 这才是儒者心中的理想 所以他的理想呢 一定是落实在社会体制上 并且他追求他自己个人的成就 就完成在对社会体制有贡献上 一旦社会体制的国君 不请他做官 或者是国君不合我的胃口 孟子说望之不似人君 那么我就去职吧 去职了以后呢 舍之则常 舍之则常 又有另外一番道理 在孟子讲 这个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奸善天下 达就是用之者行 穷就是舍之则常 独善其身 悟风却讲了另外一番话 达则 则奸善天下 穷则奸善万事 这话说得更好 达就是做官 穷就是没官做 孔子跟孟子本来有机会做大官 后来自己不做官了 就由达变穷 却怎样呢 穷则奸善万事 而不单单是独善其身 也就是说 就算不做官 辱者还是有事情会做的 比如说 在家乡 交书 开私书 交子弟 比如说 闭门住宿 王冲就是一个闭门住宿的人 董仲书也是个闭门住宿的人 这个 朱熹就是标准的辱者 地方做个小官 闭门住宿 做出了那么大不同的作品 影响了这个宋以后 读书人 这个所有该读的书 成为科举考试的经典典范 教科书 这就是什么 穷则奸善万事 朱熹做小官 讲话 刚到不喜 这个给他定个罪 死的时候呢 弟子都还不敢来送葬 所以他活着的时候呢 在政治上是不得意的 没有享受大的权力 在地方做个小官 做点小事 所以做学问 教书 穷则奸善天下 所以我们看 用之则心 舍之则藏 虽然是藏 只是不 为当道所用 不在当时代掌权 并不表示 他没有作为 没有表现 换个方式 他一样有大的作为 孔子孟子哲学家 宋明的儒者哲学家 绝大多数都是这样 只有王阳明立万 他太有名了 成大功立大业 好 所以我要再强调 儒者呢 就是干部性格 就是官员性格 基层官员的性格 不是那种 开国君主的性格 不是开疆辟德的性格 也没有统治者的性格 所以呢 儒者呢 就是为君王所用 为国家体制所用 对自己充满了高度的期许 那么希望呢 这个有良好的国君 那么我为他服务 效忠君王 然后把国家治理好 儒者当然没有超越 这个古代王权 政治体制的 这个思考的格局 但也正因为这样 即便是现在 这个民主政治的体制 一样是有国家 一样是有国家的领导者 儒者的性格 依然不是去 不是那种去 抢权力 夺权力 掌握政治权力 形态的人物 他还是知识分子性格 所以即便今天的这个时代呢 儒者的这个性格呢 一样是社会体制 国家政权的 重要的 稳定的力量 一旦有那样的一个性格 其实他的作风 他所用的 这个 做事情的方法 策略 谋略 就不会是 按部就班 落实地 完成 是这样的一个 谋定而后动 谋士的 哲学 并不是 谋略的哲学 如果 儒者 想要掌权 掌握天下 有君王 做君王的 性格的话 那么 他这个 作风 就说明了 其实他已经不是 儒者的 形象了 这边我稍微再做 补充一下 儒者当然 应该要做大官 也可以做大官 而且做大官的人呢 也都应该要有 儒者的 基本的 性格 也就是 做官 就是要来服务的 但是 越高层的官 有越多的 厉害的冲突 有越尖锐的 权力的斗争 有越严峻的 君子 小人争斗的 场面 在这一点上呢 一般的 儒者的性格 都不适合 在这种 环境里面 生存 那么就算了 第一 在基层做官 第二呢 剩下的时间呢 就学 庄子 逍遥 但假使 特别的 有那个机遇 也许是 碰到一位 好的君王 把你拉上去了 到了高层 做官 这个时候 千万就不要 还是 这么样的 这个 这个铁板 一块 要有老子的智慧 老子的智慧 很简单 有一句话 说清楚 就是不要在意 任何的 不当的利益 落入别人的口袋 然后呢 周围的君子 小人斗争的 所有的事情呢 你就让他们 就好 你是来做事 不是来争夺 这些私人的利益 做事肯定有 看得见 看不见的 额外的 私人的利益 就通通给就好了 损之又损 以至无为 通通给 事情自己做 别人呢 得到好处 不扯你后土 事情就能够成功 事情成功 福为不争 故天下莫能以至争 你做事一定能够成功 是因为私人的利益 你都不争 所以 这个 天下莫能以至争 废弃无私也 故能成其失 你做大官的目的 你是个儒者 就是为百姓 把事情做好 而不是做大官 做大为 争夺自己的 这个名利 这就是好胜性 子路就这个好胜性 多了一些 要无我 没有私利的好胜性 就可以做大官 然后呢 可以真正做大事 把百姓照顾好 所以儒者 当然应该要做大官 但是你一旦 做大位的时候呢 不能只是儒者的 这个谋士的态度而已 那有老子形态的智慧 当然呢 儒者呢 除了可以做大官 一样也可以做君王 不过 当儒者要做君王的时候呢 孟子以及孔子 都对君王 有非常明确的期许 作为一个儒者的君王 你就是行人证 爱百姓 中国古代 到今天 那些伟大的帝王 那些盛世的时代 伟大的帝王 都是把百姓照顾好 都是让国家人民的生活 顾得非常好 都是行人证 爱百姓 国力强大 同时在国际上呢 能够发光 发亮 那就是儒者的胸怀 真正能够做到 然而 当上君王 是何等艰难的事情 而 说实在的 不是我们在 《论语梦子》里面 所读到的这些句子 就能够让一个人 可以当上君王的 这时候要有更多的 易经 人物质 尤其是法家 的思想 那么 才有可能 稳坐君王之位 开创 盛世太平 好 这个今天的这段文字呢 我已经讲了 三十分钟了 那其实我就是 借由这段文字 把儒者的形象 性格 再做一个 发挥 那配合 我自己在中国哲学 其他的学派 的一些了解 那么 把儒者的形象 做一个定位 那我会认为 只要是做官的人 都应该是个儒者 在基层 第一线 为百姓服务的公务员 都应该期许 自己 是一个 好的儒者 儒者呢 就是来服务的 所以服务的人生观 就是儒家的人生智慧 那今天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 modifications- - 感谢观看